未来这些家长是不是也有BNT的选择 也就是说之后是不是也会针对BNT来开放给小朋友6到11岁的孩子 最快大概什么时候 我实在很难 理想的状况 或部长期望 我当然我觉得 我实在不敢期望 因为这里面来来去去已经两个多月了 部长因为 每次都有一些新的小的问题 大部分的国家对于6到12岁的儿童接种 是采用BNT 家长们他们的担忧 或是看到这些资料 他们当然有一些疑虑 我们当然是根据这些相关科学的资料 那专家的讨论通过 那可以基本上我们当然是欢迎的 因为事实上BNT 现在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打了 但我相信我们的专家检视资料 应该是会跟世界其他专家的看法是会一致的 所以部长的意思是 未来的确是有可能 BNT可以开放使用给6到11岁的孩子 对 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 那大概什么时候 那最主要我们现在这个合约 现在在德国那边公司正在审视中 最快大概什么时候 我实在很难考虑 理想的状况 或部长期望 我当然我觉得 我实在不敢期望 因为这里面来来去去 已经两个多月了 部长因为 每次都有一些新的小的问题 这样的 我们尽量就是说 不要让这些小的问题 干扰到整体的采购的程序 但是事实上这个合约不太容易谈 BNT本身没有儿童的疫苗 儿童的疫苗是辉瑞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BNT买 重此透过上海复兴 然后买 这没有 部长上一次我执行 然后是辉瑞有 对 所以要把辉瑞拉进来 可是辉瑞又 复兴也没有辉瑞的代理权 那辉瑞它的贩卖的区域 又被排除 在他们所谓的大中国区域的范围之外 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 他们商业合约里面需要去突破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